每天一个精彩视频带你回忆 美好童年大家好 我是小胖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场群雄的正式赛 观战方葫芦兄弟 对战方是乾坤未定 葫芦兄弟也是常规操作 上的是一个魔方寸 咒识朴头的双输出 再加一个武装罐和女儿的双锋 配合一个化身寺 作为辅助 开了一把阴阵 对战方乾坤未定 开了一把虎阵 上的是一个三嫂大堂 女儿再加无底洞的双锋 化身寺加普陀山的双辅助 咱们现在应该按 现在是自己推测 我自己推测普陀山 应该是一个宙师普陀 不然的话还不如上一个地府 不然的话还不如直接上一个地府 在后期三嫂大堂 少出建议的时候 直接地府可以配合无底洞 完成点杀 对战方无底洞 直接一把罗汉接起 观战方这边女儿村有医塑 阴阵也是小克 对战方虎阵5% 无底洞这个罗汉 四回合的罗汉 观战方先在方寸山 不一定能秒的进去 大堂横扫出来 三嫂大堂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横扫 但是观战方这边 由于女儿村有医塑 那也就保证了武装罐的 可以封印出去 医塑可是 是可以保二素封印的 武装罐如果能封印的 比较准的话 对战方其实三嫂大堂 想扫出十一层建议 也是比较困难 一笑清晨再封印 对战方无底洞又进去了 女儿村选择了一把人飞镖 没有选择反封观战方的人物单位 无底洞一把金尘案率 自己耗了六千九的血 观战方这边 普陀山 宙师普陀的紧箍咒已经打起啊 现在进行到第三回合 对战方的普陀山 也是没有起联心建议啊 所以现在还不确定 他是一个辅助 还是一个宙师普陀 观战方这边宝宝叔叔比较高啊 直接打到对战方宝宝身上 打出个六千多血 反观对战方宝宝 好像打观战方这边宝宝 不是很痛的样子啊 只能打个五百六百九百 亲宝宝差距 还是比较大的 观战方胡鹿兄弟啊 这个阵容在服战以下 同硬件条件下 其实是不输任何团队的啊 非常的强 打出了自己的个性 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 尤其是在中后期的一排高宫宝宝啊 是绝对可以奠定胜局的一排高宫宝宝 不管是杀人一批须迷 还是高连善恶也好啊 尤其是那个龙宫孩子 加上吃夜战敌以后啊 秒对战方的人物单位 都是上万起的 特别恐怖 避雷继续拍过来 亲宝宝还是亲不动啊 对战方还是需要靠人物单位 来清掉观战方这边的宝宝 而且对战方宝宝 是在有加油金刚的情况下 打观战方宝宝 竟然只打这么一滴滴血 可见这个加点是多么的重要 金生蛇猎 再加齐 从对战方的武器来看 无底洞带的是一个140造型的 化身寺带的也是140造型 大唐官府是150造型 咱们就是外贸协会啊 从外贸协会看 可能对战方的 这个硬件是不如官战方的 但也不确定啊 一把武器看不出什么啊 我只是单纯的从武器上分析一下 指尔起 双方都起了指尔 但是头上有紧箍咒啊 不太好打 下回合 无底洞有没有人卡血啊 没有人卡血 这个无底洞可能要倒地啊 大死亡拍过去 一把活血 三千一啊 无底洞也算保住了 官战方这边继续分身啊 不能让对战方无底洞起罗汉啊 那四回合的罗汉 这官战方这边的魔方寸 根本就没有用武之地了 但是 无底洞的愤怒不太好 毕竟他放任何技能 都是在消耗血量 所以愤怒积攒起来 也是比较快 四欲生香 再封印对战方无底洞 女儿村三票飘过来 直接飘中了一个人物单位 武装官也是封印不出去 解开大唐官府 大唐官府还是需要继续横扫的啊 现在是第七回合 大唐官府好像只是横扫了一次啊 应该是只是横扫了一次 紧箍住 再往上飘一飘 压制一下血量 第二把横扫 直接扫死一只宝宝 出了连破啊 运气比较好 垫过去啊 这孩子应该是保不住了 哎 直接神佑 这把神佑也是非常的关键 如果再不神佑的话 大唐这个节奏就拖的有点慢了 对战方的普陀山 依然是没有起梁花啊 也没有给自己的啊 起点了人物单位 点了灯啊 普渡众生 再点灯啊 直接是个辅助啊 双辅助 咒使 不是咒使普陀 是一个辅助普陀啊 辅助普陀加辅助化身四啊 那应该是对抗观战方 这边头上的紧箍咒 效果会非常的好 自己点的能点个一千多血啊 紧箍咒只能咒个一千四啊 仅仅是消耗个 四百多血啊 这个数学不太好啊 算了半天 应该是消耗四百多血啊 但是啊 自己没有伤势啊 这个很重要 没伤啊 这个东西就很重要 很重要 宝宝是可以卡血啊 有伤势的话 观战方这边宙斯普陀的伤害 还会非常的高 因为他打 打有伤单位的时候 会出现一个暴击 而且那个暴击伤害 也是非常的高 一笑清晨在风 对张王现在主要任务 是看看想办法 能不能拿回风系一速啊 但是你自己没有上地府啊 而且你虎阵 是没有速度加扯的 观战方这边 阴阵的速度加扯 也是非常高的 想拿回一速 不太可能 观战方这边宙斯普陀 开始压制对张方的三少大唐 魔方寸继续亲宝宝 如果找着了大唐的五行的话 就是普陀有速度啊 压制大唐 还是比较简单的 对面宝宝再次神诱 观战方现在虽然啊 占了一点优势 但是依然是没有找到 对张方的突破口 双方进入到第十回合 继续一把笑礼啊 还是不能让你的 无底洞起罗汉啊 你可以让别的单位起罗汉 但是无底洞千万不能起罗汉 无底洞这个四回合的罗汉 太过节奏了 一把灵洞九天刷起来 法防也是增加了不少 一口火血啊 有有能够辅助普陀和化身四在 其实观战方这个普陀山不好发挥 这个宙师普陀真的完全不好发挥 也应该是对张方这个乾坤未定啊 知道葫芦兄弟爱上这个宙师普陀 也是选择自己上了一把四宝一 恶心一下观战方 但是观战方这个毒好像很厉害啊 女儿村这个毒加上就是普陀的这个 直接打了队 然后女儿村开场直接掉了两千三的血量啊 普陀山也是有一把金青非常的舒服 解掉所有的异常状态 方村山真的一把无魂 看看无魂重不重 继续扫过来 宝宝再飞 没出连破 直接起钟葵啊 感觉这么打啊 打不进去啊 直接起一把钟葵加了一把 被鱼大金啊 血量直接又恢复过来 那下回合 对张方如果没有罗汉 观战方这个魔方村伤害就要爆炸了 现在双方进入到第十一回合 继续笑礼空分怒啊 对张方现在想方出一把特技也是比较困难 再一把金蝉啊 自己扣了七千七血 看看魔方村 秒出这个数据怎么样 要不要杀对张方的 大唐官府 并沧海 还是盯着对张方大唐官府打 出了法联 找着了五行 打了四千多血 大唐官府的血量 现在应该是还是够狠扫的啊 但是由于自己在休息状态 最回合五雷咒劈过去 直接七千七 大唐官府直接倒地 观战方这个点三能力也是非常的强啊 再配合上 化身似的一把法联 这个普陀山的伤害也是打到了极致 只要找着了五行 对张方的人物单位几乎是站不住的 再封印对张方的特技啊 应该是自己没有愤怒效力 多破力 再封啊 不能让你周时不斗 继续出手啊 给对张方挂紧箍啊 虽然自己头上有灯 但是也挺难受的 尤其是在 主要是这个紧箍咒啊 不光是耗血啊 耗上限 他还打愤怒啊 让对张方的愤怒 不能及时的积攒起来 再一把直接爆了个八千四八千一 双峰系啊 都是半血以下 如果让观战方找到机会 还是要压你的尸体 观战方这边直接出了一个孩子 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龙宫的 如果龙宫孩子的话 那伤害会非常的爆炸 似于生枪 再封 无底洞几乎是动不了的 水清保一下 化身四的出手 化身四先活谁 给孩子起了正要令旗 这孩子果然是个龙宫孩子 看看秒出去 数据如何 化身四直接自动了 直接自动了 很重要啊 应该是要给孩子加占底的 没想到自动了一把 狠扫 直接清孩子能不能清掉 差一滴血 差一丝血 魔方寸 五雷众秒过去 一个四千多 这个孩子 这个孩子应该是保住了 准备了这么多啊 看这个龙宫孩子秒一把啊 没想到这个龙宫孩子直接也是一把自动 还是跟了他跌了啊 浪费了一把零元 而且对战方也是来了一把自动啊 双方可能是网络不太好 毕竟是在剑会驱打的这场比赛 这些战敌在家啊 上一回合浪费了一把零元啊 没有秒出去 很难受 幸亏对战方 大堂官府这回合休息啊 不然一把狠扫过来了啊 一把狠扫 直接就要清掉这个孩子 由于这个孩子是龙宫孩子 他抗性就不会很强啊 不像现在这个辅助孩子抗性这么强 礼皮华山 还是清这个辅助的孩子 一千八 壁垒拍过四百七 又差一丝血 龙卷雨姬 两把吃烟战敌 秒过去啊 一万多六千多 对战方大堂官府继续倒地 普陀山血量残疾 女儿村的血量不是很多 身上有毒 继续效力 对战方女儿村 啊 无底洞也是接起了一把罗汉啊 这个四回合的罗汉 也是给对战方 一丝丝的机会啊 双方战斗到第十六回合 对战方现在想办法 要清掉关战方 这个龙宫的孩子了 不然这个龙宫的孩子 秒过去伤害太炸了啊 不过幸好 关战方现在已经是 十六回合 没有零元了 大堂官府直接扫过来 啊 可以看到孩子的抗性 真的不是很高 直接三千五 直接倒地 也是一个鬼魂啊 等他自己慢慢站起来 先例激发 也是加到了普陀山的身上啊 应该是给孩子加的 避雷继续亲 对战方宝宝啊 对战方现在状态 还是比较健康的 人物血量基本稳定啊 五个宝宝齐全 也没有中封印啊 刚说完 对战方无底洞 就被女儿村啊 封印了进去 对战方来一把三票 飘中了两个宝宝 也能防止一下 观战方这边宝宝拍过去啊 都是避雷宝宝 封印中的也不错 开始啊 继续刮紧箍咒 没有了龙宫的孩子 观战方输出 显得有点不足 而且对战方有罗汉 有护盾 状态非常的好 可以继续害怕 双方来到第17回合 无底盾身上是有女儿的毒 再加上普陀山的这个紧箍咒啊 开场直接掉了2000血啊 这个耗血还是非常严重的 普陀山 为什么不给无底洞不给灯啊 现在无底洞特别需要一个灯 一口活血啊 对战方无底洞是后妈样的嘛 没人管 走势普陀啊 再点灯 继续给对战方增加 紧箍咒 防寸山选择了一把分身啊 想要扛到对战方 这个四回合的罗汉结束 解开无底洞 无底洞又能干什么呢 下回合不寒得进去 一笑青城在封啊 紧紧封印住一个宝宝 对战方反控管战方 武装罐被封印进来 对战方节奏啊 有一把小小的节奏 无底洞啊 又放出了一把护盾 清静菩提 对战方也是怕了 关战方这边的封印啊 毕竟对战方没有益素啊 用一把清静菩提 解下自己身上的状态啊 我具体还不知道 这个清静菩提 能不能解开这个紧箍咒 如果能解开紧箍咒的话 对战方还是比较赚 继续起中奎啊 再卡一个被遇大鹰嘛 应该是没出被遇啊 直接卡了一个三千五 化身似下巴 直接活血活满 就没有任何问题 对战方下回合 应该是罗汉要结束了 关战方要注意控制 对战方的愤怒 清静菩提 解掉一个封印 但是没有解掉 解掉头上的紧箍咒 应该是解不掉 女儿村一把飞镖 武装怪选择了一把 宝输出 法力无边还是 佛法无边 还是要点杀 对战方的无底洞啊 刚才来把法力无边 对嫖了 应该是佛法无边 点杀对战方的无底洞啊 看看这回合能不能成功 没有罗汉 方寸的状态 现在非常的满 加上闲力激发 看看能秒多少 7200对战方 无底洞血量直接残疾 但是这两个宝宝 好像跟不上 但是对战方 头上有紧箍咒 身上有女儿村的毒啊 看看下回合能不能搞死 1500对战方无底洞 站住了啊 并没有倒地 效力藏到 效力观战方武装怪 绝处一下啊 给自己回隔一半血 不多山 赶紧补灯啊 双辅助啊 观战方真的是不太好打进去 而且观战方现在 仅剩下两只宝宝 一把金轻啊 解掉所有异常状态 非常的舒服 并城海继续点着 对战方无底洞压 大堂官府横扫出来啊 咱们看看大堂官府 现在是几层建议 九层 建议是八层建议啊 21回合有八层建议 再扫三次啊 就出了十一层建议 十一层建议 第一是有建设啊 第二是不会被保护 观战方看看能不能扛住啊 再有三次很扫 运气好的话 出上一把连破啊 这个节奏会快很多啊 直接一飞镖飞死了 观战方这边的 一个孩子 回来不禁保一下自己的女儿村啊 对战方保护自己人物的手段 还是比较多的啊 毕竟两个强大的辅助在场 吃焰战敌 还是要给这个孩子搞上 观战方这边想找突破 还是想依靠这个孩子 壁垒再拍 立配化山 看看能不能清掉这个鬼魂的孩子 对战方有没有驱鬼蠢 这个很重要 秒过去啊 四千多三千多六千多啊 这个输出啊 还是在的 也是对战方 普多山大刀 解掉了观战方 方寸山啊 身上的这个 腰风四起 果然这个技能还是有力有弊啊 但是对于对战方的力 可能更大一些 毕竟是观战方这边有移送 再把活血活满大堂 观战方这边武装罐 开始控制 对战方大堂官府 不能让你顺利的这么扫出来 再扫几把对战方 出了建议啊 十一层建议 观战方其实也不好打 龙龙孩子继续倒地 啊 观战方这边又出了一个高宫宝宝啊 可以看到刚才拍了两千多血 这个宝宝直接残血 应该输出也是非常的高 是不是杀人力批啊 感觉像杀人力批 这样另起 再给加上 头上黄灯加起啊 杀人力批来了 现在战敌 要杀对战方哪个人物单位 化身寺还是女儿孙 应该是一刀一个小朋友啊 不管是辅助还是风系 立皮化山啊 批到了对战方的化身寺 身上化身寺 身上有一个护盾 但是依然扛不住啊 一万五 打掉了一个一千七的护盾啊 在身上一万五的血啊 对战方化身寺 直接一个立皮倒地啊 但是观战方这边的话 杀人力批是完成任务 直接倒地啊 而且对战方头上 化身寺头上是有紧箍咒的啊 不太好站起来 没灯啊 有紧箍咒 只能是归宿 拉起自己一把推拿 看看身上 他身上是应该是有人心效果的 是有一个满层的人心啊 五层的人心效果啊 所以说 应该是站起来没有任何问题啊 直接把自己的人心放掉就可以了 普陀山是接起一把罗汉 一把群推啊 观战方这边血量基本健康 啊 观战方虽然一直从开场到现在啊 一直是比较主动的那一方 但是一直打不进去啊 对战方这个两个辅助真的是比较克制 观战方这个宙式普陀 单单靠一个魔方寸啊 这个秒二啊 他最大的问题就是秒二 秒二其实真的影响不大 对战方还是不想放掉这把人心啊 先要给对战方无底洞满上 对战方现在急需一把金钦 急需一把金钦 啊终于有了 一把金钦 解开所有状态 化身四 要不要放掉自己的人心 土豆山先补一个灯 观战方也是一把金钦 化身就先起个指啊 观战方这高叔叔宝宝也倒在了地上 啊 普通山又开始了他的啊 勤劳的工作啊 进行一点一点的叠紧箍咒 打他光斧也是扫了出来 把宝宝扫神啊 但是没有出连破 给化身四加个蓝 防存山分身啊 对战方有罗汉 防存山现在打不进去 蓝皮开始亲孩子 对战方得出一个鬼 啊驱鬼宝宝啊 驱掉观战方这个龙宫孩子 再加一个杀人蓝皮啊 得想办法驱掉 那么倒在地上 其实也是危险啊 毕竟观战方这边也是有普陀 可以拉起鬼魂宝宝 自在心法啊 直接补满对战方化身四啊 人心保住了 而且血量也恢复健康 宝宝托托也是刷了一把灵动 直接来了一把钟魁 论道有分身 有钟魁 头上有灵动 虽然是宝宝托托的灵动 应该是还是想打进去啊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双方打到第27回合 对战方的大堂 还是没有出现十一层建议 没有建设的情况下 对战方又保了一手大堂的输出啊 必须让大堂横扫出来 武装冠封印没有中啊 毕竟女儿的村来了一把水清啊 保了一口输出 化身四继续退学啊 对战方应该还是要清理 观战方这边的宝宝 顶长海 这回的目标是对战方的化身四 大堂扫出来 宝宝没有神药 直接飞 没有出连破 看看对战方大堂现在的建议是多少 建议十一层了 应该是出了 出了建设 这回观战方这边也是有一定威胁了 对战方如果要 要对观战方这边的魔方寸动动手的话 观战方这边也无能为力啊 毕竟现在不能被保护 而且大堂有了建设 一把节奏 对战方女儿村偷了一个酒 你是有没有医宿 你就偷酒 继续给龙宫孩子 加上吃烟战敌 对战方没有罗汉 这一把很关键 不要说刚出了十一层建议 一把都扫不出来 那就危险了 五雷咒秒过去压制对战方的大堂观伏 三扫大堂的血量也是比较多的 4400多 6000多 这个龙宫孩子是真的强 对战方就没有出一个驱鬼宝宝吗 观战方开始冲刺了 在你看见你大堂有十一层建议以后 观战方直接选择了冲刺 一把金钦解开所有状态 但是大堂观伏的血量不是很够 有没有宝宝卡一个血 卡一个血小生吗 土托先点灯 女儿村 中了封印倒地 自己也是自己偷了一个二国头 但是没有速度 没有放出来特技 一把定超海 压制对战方的大堂观伏 大堂观伏 直接换了一个宝宝 5900大堂观伏倒地 龙军鱼鸡再秒过去 1000多 没有了吃烟占底以后 龙宫的孩子还是龙宫的孩子 秒给1000多血 对战方还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对战方现在奔盘有点严重 三嫂大堂倒地 一宿女儿村 封印倒地 无底洞血量不是很健康 普通也是一把残血 而且化身色还被观战方这边 武装观的封印封重 对战方可能五龙丹 这现在应该不是很多了 毕竟双方已经打到了 第31回合 五雷咒在秒死 对战方的无底洞和普陀山 对战方这个大堂 十一层剑翼以后 感觉什么都没干 辛辛苦苦30回合 也是终于搞定了十一层剑翼 但是一回合都没扫出来 感觉这个剑翼 就是催命符啊 当你剑翼叠够的时候啊 观战方就要抽你了 因为再拖下去 确实是三嫂大堂后期的威力 是非常的强大 如果出上一两把连破呢 观战方可能就直接丢掉了比赛 队长方也是保了自己队长 为了这个驱轨 早就应该出了 硬是被观战方 这一个龙宫孩子打出了节奏 继续力批啊 想要批掉观战方这些 高输出的虚迷 对战方现在 虽然人物全部倒地 好在宝宝比较齐全啊 普陀山和化身寺的输出也是够 恢复也是够的 继续啊 点封对战方的大堂官府 还是不想让你扫出来 继续封印化身寺再重 自在 给大堂官府满上 但是大堂官府还是扫不出来啊 这个催命服的十一层剑翼 五雷招啊 继续批啊 普陀山继续倒地啊 普陀山没有选择保自己 而是给大堂满上 其实这是有点太那个啥 太着急了 应该慢慢来慢慢来 主要是保对战方的无底洞 双风系和双辅助 任何一个点位啊 都是要比这个大堂官府 现在重要 首先你大堂官府出一把手 其实对观战方这边 现在也已经造不成什么伤害啊 首先先要保一下这个 风系和辅助啊 风雷招啊 继续压尸体啊 还是站不起来 女儿村继续倒地 再拉起普陀山 普陀山能不能给无底洞补一个灯呀 赶紧啊 选择了保对战方的化身色 没有给无底洞补灯 化身色 林园加口血 由于没有 没有了小四海啊 这个加的血只有一千多 现在对于对战方 好像有点无济于事 一个双辅助 也是扛不住 化身色 也是残血 下回合 没有人卡要 下回合也是要倒地啊 但是有须弥重 直接 打死了对战方的化身色 现在对战方 应该是没有任何机会了 你一个大堂在场 观战方都不太管你的啊 所以刚才给大堂结算真是有点没有看懂啊 还不如再拉起个无底洞或者女儿村 实在了 亲近蒲铁啊 再出 小马拉起无底洞啊 无底洞应该是还是出不了手啊 毕竟速度比较快 闲力激发 防刺三秒过去 再要完成一个双杀 分雷咒 九千九 对战方无底洞也是有神佑武器啊 神佑的连神两次 打了一个九千九 打了一个四千四 但是无底洞依然没有倒地 分雷咒 无底洞啊 两次神佑以后 依然是没有成功出手 继续倒地 对战方花生死也站不起来 分雷咒 再秒过去 双方进入第三十五回合 观战方就进入清场模式 一把吃烟战敌夹起来 日月乾坤也是封了宝宝 又一把吃烟战敌 夹给了同一个宝宝 队长方直接点了逃跑 应该是放弃比赛 零度九千刷起 限力激发 魔防寸 队长方放弃比赛 也是恭喜观战方 葫芦兄弟 拿下了正式赛的胜利 也是希望啊 梦幻戏友 在PK这方面可以出现 多一点葫芦兄弟 这样的团队啊 让大家看到一些不一样的阵容 这个是非常好看的 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